天冷静捕不过吃出了火气 在台北市时排了一间知名的家母鸭店 昨天深夜爆发了冲突 一对男女酒后起争执 两个人在店门口不但互相的飙骂拉扯 男子更出拳攻击 声音大到吓到其他用路人 警方虽然是没有接获报案 不过表示说这样的行为已经违反了社委法 可以依法开罚 齐头下传出了激烈争吵声 目击店员就怕遭受波及 忙着收拾桌椅要结束营业 但这对男女越吵越激动 女方频频出手攻击 结果手机在冲突中不慎掉在地上 男生这时也不忍了 一次出拳攻击后将女子压在了墙壁上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北投区的东华街上 这对男女是遭晚间11点多 来到这间知名的姜母鸭店用餐 不让两人酒后起口角 不但互相推起还出拳攻击 但冲突疑似草草落幕 辖区的警方没有接获报案 附近邻居则说 类似的冲突先前经常发生 令影片中纠纷若有施家暴行或互相斗殴者 恐触犯社会秩序维护法第87条 将储新台币一万八千元以下发还 东令进步却一次合夺演变成冲突 店员看傻眼 日后这对男女恐怕也被店家列为拒绝往来户 记者呈当张士奎台北报道